标准普尔调降了美国主权债性平等 而长期的展望也转为负向 这个结果代表对美国的债务偿还能力有所疑虑 而面对明天礼拜一全球股汇市的表现 各国的财经部长都是严正以待的 那么究竟对我们的国内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继续一起来看问题 国际平等机构标准普尔首次调降美国主权债性平等 从3A级降到AA+,理由是美国朝野处理债务违约 损害美国的稳定 日后财务违约风险也提高 台湾平等机构指出 以平等原则来说 只调降一级 代表该机构或企业的债性处理能力还是很强 我们觉得在3个A 2个A 1个A甚至3个B 他们相对从我们的记录来讲 都是一个蛮安全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信用风险来讲 是一个蛮安全的一个信用状况 标准普尔会遇和穆迪同是国际三大平等机构 主权债性平等是国家发行公债的信用评价 就财务结构 偿还债务能力与主权稳定等几大原则做出平等 以标普来说 3A平等代表财务违约风险最低 2A和1A稍弱 如果平等降到低 代表偿债能力等于0 有学者不意外美国被调降平等 更提醒台湾的外汇存体多以美元为主 应该早做避险因应 有大量的外汇存体的国家 像我国台湾 恐怕这个财富就接连的 就受到影响也大幅的往下降 下降的幅度是很快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中央银行要思考 说如何把我们的外汇存体 从美元为基础 开始做分散性的处理 学者指出 美国信品被降级后 美国房贷等借款利息会加重 恐怕不利于消费支出 而美国实施货币政策 也将进一步推高物价 美元再贬值 对以出口为主的台湾 将是不小的影响 不妨利用这个机会 开发新兴国家出口市场 也是一个全球布局的好时机 记者欢迎入庄志诚台北报道